我不能允许他们大动作 我不能允许他们 这样都不错诶 会不会咯 我不能允许这种 或者哇这样子 就煽动了一些动作 我不能允许 我是Eddie刘子坤 今年31岁 然后是一个国际篮球裁判 我15岁开始的时候就 就几元巧合下 参加了篮球裁判班 然后裁判班过后 就开始了我的裁判生涯 在那个时候我本身是不会打篮球 我本身的爱好本来是踢球 每一场球赛我们都会做 赛前的会议 因为裁判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当然都有不同的习惯 不同的锤法 不同的尺度 那么 我们会通过这个赛前的会议 去把我们的差距 平衡 然后 然后还有针对两队的一些打法 一些习惯 去调整 我们要怎么去在这场球里面 给予一个最好的一个判法 尤其是出所谓的臭招 就是小动作 如果裁判 它可能会导致很大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球员受伤 或者导致打架 所以我们都会 针对球员的习惯 而去在球场上做一些调整 刘子坤说 在裁判的这条路上 如此坚持 是因为 孝子和执法 改变了他年轻时 留恋在不良场所的 糜烂生活 而这些坚持的推动力 完全是来自 专业 两个字 当中我会遇到很多 很多挫折 或者很多 考验 其实也让我成长很多 甚至 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会 我会对着外国人 用英文教他 因为以前我也是不会英文的 所以 在我 毕业过后 从5我也不会英文 但是我知道我有一天我要 往着国际裁判这一块 去 去追求跟努力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努力在学英文 做裁判 其实不好赚 做裁判 基本上那是一个 很多人都会当着一个兴趣 但是 我来说 不只是一个兴趣 虽然我们不是职业 当裁判他不是一个职业 但是必须要是一个专业 所以我现在 我都希望可以灌输 比较年轻一辈的裁判这个概念 虽然我们不是职业 但是我们是专业的 其实你问我 我觉得 如果你喜欢篮球 不一定要打篮球的 你也可以换个角度 一起在篮球上 延续你的生涯 我也是有试过跟很多年轻的 球员说 如果你当球员 不那么好的话 其实你真的可以考虑当裁判 或者当教练 因为当裁判 他的生涯会比较长 甚至他有可能 可以 在篮球这一块 带到你去更远 刘子坤认为 球员和教练 都不应该和裁判 处于敌对的状况 因为只有互相学习 才能提高大马的篮球水平 很多球员甚至 教练都觉得 跟裁判是敌对的 但是在篮球这一块 其实不管是教练 球员还是裁判 其实我们都是一体的 我们要通过分享跟交流 还有 互相学习 互相知道大家的想法 那么才可以让一个球赛 进行的更好 甚至我们可以提升 马来西亚的篮球知识 或者裁判知识 还有教练知识 其实是另在一起的 如果是有机会 我觉得真的是 不管是球员教练 裁判 都可以在一起 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检讨 还有提升 在球场上 裁判的判法 偶尔会出错 刘子坤认为 虽然裁判 不是圣贤 但这不代表 就可以允许 错误存在 而他也对黑哨 作为师 分享一些看法 我个人觉得 当裁判 我们裁判也是人 我想说是 身为一个裁判 我们不能够允许 我们有 错误 但是错误 是没有办法的 有些时候 其实有人问过我 其实做REFI 是不是有黑哨 so far我到现在是没有 没有人跟我接触过 要贿赂我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是没有黑哨这件事情的 曾经有个前辈 他有跟我分享过 他说 如果一场球赛 他要收卖你 他要用多少钱收卖 他用5000收卖你 用5000的话 可能讲精彩 8000 他就把那个钱给了你 对不对 他就觉得不值得 但是他用几百块收卖你的话 难道我几百块就收卖得到 对不对 所以对我而言 真的 不太可能了 so far 其实我也是没有遇过